韩元重挫至13年新低 韩股今年大跌21%为何比台币和台股跌更多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PTA预估今年南韩贸易逆差147亿美元 将为2008年金融危机已来首建 同样偏重电子业的台湾和南韩常被拿来做比较 目前同样遭逢全球股灾 虽然外资卖超韩股金额大约只有卖超台股的三分之一 但是韩元比台币更疲弱 韩元对美元创13年新低 台币逼近二年多新低 韩股跟三星今年跌幅也大于台股和台积电 南韩主要的问题是连续三个月贸易逆差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预估今年南韩贸易逆差147亿美元 将为2008年金融危机已来首建 但是台湾今年一到五月都保持贸易顺差 五月顺差24.1亿美元 前五月顺差累计230.7亿美元 南韩今年将为14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由于原物料价格高涨 韩元贬值和利率走高 南韩出口商的获利能力正在恶化 政府需要提供战略政策支持 帮助企业提高价格竞争力 实现进口供应链的本地化 Kita建议 在不景气的时候 南韩总统尹熙悦 最近陪夫人金剑西到电影院去观赏得奖电影孩子转运站 引起媒体踏发 对此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评论说 民众会在意南韩总统陪夫人看电影 主要原因是南韩经济面临冰风暴 他也示警 台湾和南韩的产业及经济内容很相近 南韩现在发生的事 台湾恐怕也难幸免 看看南韩 台湾也该未雨绸缪 台韩产业近似 台湾也该未雨绸缪 物价飙高促使 全球狂升息 美国经济明年恐衰退的隐忧浮现 促使外资到6月23日为止 本月卖超于12万张台积电 拖累台积电股价6月12.5% 创18个月新低 但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仍然吃紧 其6月跌幅小于多数成熟制程晶片商 立即电6月以来下挫24.5% 台积电今年来下跌22.4% 其跌幅也小于英特尔今年来的下挫29.7% 外资今年卖超9000多亿元台股 拖累台股今年跌15.8% 外国基金也大举卖超韩股 外资之前两年总计卖超50兆韩元 385.1亿美元或1.1兆元台币的韩股 到6月22日为止 今年又卖超15.9兆韩元 122.5亿美元或3650亿元台币韩股 打压Kospi指数今年来下挫20.8% 三星电子今年跌25.3% 台积电跌22.4% 南韩科技巨头三星电子6月以来下挫12.5% 今年来跌25.3% 创19个月新低 原因是这家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被外资卖超64亿美元 成为提款机 相当于外资卖超韩股的一半 增长放缓的担忧 促使外国基金狂卖南韩股票 导致南韩市值第一公司三星电子的外资持股数量 骤降至6年来最低水准 根据首尔证交所数据和彭博统计数据 上周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三星的外资持股占比 降至2016年4月以来最低水准 从2019年7月的58%以上降至50%以下 由于市场担心美国 英国 南美 中东 亚洲国家央行大幅升息 扼杀全球经济 投资人6月初以来疯狂抛售成长型股票 外资卖压使得有大量科技公司的韩股成为今年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SK证券分析师Kim Young-woo本周发布一份报告写道 受到全球通膨和乌克兰战争的打击 三星的家电和视觉显示企业务的获利势必下滑 韩元对美元扁破1300元关卡创13年新低 外资大逃杀韩股 连带引爆韩元对美元23日盘中一度扁破1300元新利关卡 创13年新低 因市场震修全球经济可能衰退 以及美元指数6月15日一度突破105创20年新高后 仅小幅回落 周五盘中约为104.4 周四在南韩境内现货外汇市场 韩元对美元一度下跌0.42% 来到1302.8韩元对美元 创下2009年7月14日以来最低水准 周五盘中小幅反弹至1296.2088韩元 1300元关卡是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至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守住的支撑价位 多年来一直被视为重大经济风险的底线 扁破这一道关卡 意味着经济会出大麻烦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 韩股跌不停 当然与南韩经济快速恶化有关 南韩从顺差大国变成逆差的国度 还有一项是今年5月对中国的出口也转为逆差 这是南韩贸易结构罕见的变化 南韩4到6月连续三个月贸易逆差 他说南韩上一次出口逆差出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97年上半年南韩的贸易逆差91.56亿美元 全年逆差92.6亿美元 那年韩元一度急跌到亿美元兑2000韩元 南韩海关总数此前公布 6月前20天出口年比下降3.4% 但是进口大幅增长21.1% 导致贸易出现76.4亿美元的逆差 由于晶片和石油产品的强劲需求 5月份出口增长21.3%至615.2亿美元 但进口增长幅度更大 大增32%至632.2亿美元 导致贸易逆差17.1亿美元 南韩央行累计升息5次共生5马 财政部次涨预期 由于一些一次性因素 出口放缓 预计6月贸易逆差将进一步扩大 据工业部称 尽管南韩4月和5月因能源价格高涨 而出现贸易逆差 但截至5月份 出口已连续15个月呈现两位数增长 另外 谢金河提到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南韩央行从去年以来已经升息 5马或是1.25个百分点 相对来看 台湾的央行显得保守很多 台湾和南韩的产业及经济内容很相近 南韩现在发生的是 台湾恐怕也难幸免 南韩央行5月26日将基准利率调升一马 至1.75% 为去年8月以来第五次升息 主要是为了抑制处于13年高点的消费者物价和居高不下的家庭负债 新任央行总裁李昌庸认为市场预期年底前 基准利率将调升至2.25% 至2.5%是合理的 因为利率将升破2% 央行将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有3%下修至2.7% 但是将今年通膨率预估从3.1%大幅提高到4.5%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按赞、分享 以及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的支持